以王者姿态连续第三天现身共和党大会 美国前总统川普诱饵再度包着纱布现身 而台下也不约而同出现这股风潮 放眼望去整排观众席 明明没受伤诱饵却都一致包着纱布 即前一天有铁粉突发奇想 诱饵贴白纸致敬川普 如今俨然成为共和党新时尚 还有不少网友戏称 川普撞脸荷兰画家范骨 戈尔后的自画像 纷纷大搞二创合成民营梗图掀起热议话题 此外与川普相关的周边商品也大卖 从印有预袭后握拳照片的T恤和各种服饰 到卖片帽子等都让商贩荷包赚满满 而在全代会演讲舞台上 还迎来亮眼的神秘嘉宾 年仅17岁的川普孙女凯伊 公开拉票赞扬爷爷是榜样 神思伊凡卡的美貌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台下的川普也露出少见的慈祥表情 川普狂热 睽違八年再现 川普声势持续大涨 三连新闻 全片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全代会进入第三天 人气高涨 角逐副总统的范思 在讲台上与妻子真情相友 范思弦内柱超强背景 也被媒体起底 实力惊人 现年38岁的乌沙 母亲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职员 父亲是一名工程师 2014年她与范思结为联礼 育有三名子女 两人不仅都是焉鲁大学法学院高材生 乌沙更在剑桥大学获得哲学硕士 随后担任美国保守派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书籍官 范思曾自曝和妻子吵架 从没赢过 家境情寒的范思勤学苦读 开始踏上从政之路 2022年首度角逐俄亥俄州参议员职位 就成功进入国会 乌沙在竞选广告中的柔情公式 成为超级稀票级 爱家又宠先生 两人甜蜜恩爱的互动 和相敬如宾的川普夫妇 恰好形成强烈对比 范思或提名角逐副总统乌沙力挺 并立刻辞去在旧金山律师事务所的工作 专心照顾家庭 一路以来默默支持先生从政的他 如今也因为范思 越为媒体 目光焦点 三立新闻新的好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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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